星达电厂有三宝 绿化 煤仓 写煤码头 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我想是其他电厂没有的 这个要靠时间 要靠投资下去 把这个环境做好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室内的煤仓 这个也目前在台湾还没有 兼具了环保的效益 那另外还有一个战桥的码头 这个所有的煤都是要经过煤轮 然后运到我们这边直接上岸 然后送到煤仓 然后又送到机组来发电 星达的泄煤码头曾获得公共工程金指奖 绿化和煤仓分别在环保和储存上 所提升的效益都是电厂的殊荣 但在荣耀的背后 隐藏的却是火力电厂在运转时 总会不断遇到的难题 没有环保底就是说 你在高雄港泄煤 台风来你是风大停泄而已 你船不要跑 我们这边是 不是台风 也不是 那个台风要形成以前 是有一个气流 气流是一个大箭头 在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大概在越南附近 越南海边 或是南沙青岛西沙 那边我们就要跑了 因为船靠在那边会把码头撞坏 船也会损坏 以我们电厂里面来讲 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污染物 应该是我们最贴身的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我们电厂为了 让我们整个景观有改变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立花的事情 所以我们电厂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厂区 都有种植一些树木 所以你们一到新来的厂区 你会感觉说立花做得很好 整个景观看起来就是很漂亮 所以这些污染物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 其实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借着250公尺高的烟囱排出去的 那个污染物 它整个是在一个气流程的扩散 它会走得比较远 但是对整个地球来讲 那些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建设上优越的条件 加上附近有太阳能发电厂 6月3日总统府安排能源之旅 就在信达电厂留下了脚印 虽然平常电厂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突然有大批的记者和维安人员的涌入 仍让电厂不由得绷紧神经 想着要用怎样的方式 才能借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认识信达电厂 我们自从知道说中文要来 大家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怎么去把我们最好 最真实的表现给人家看 甚至有的时候在晚上睡到半夜 醒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把我们最真实的表现出来 就睡不着了 我们那天在门口还有碰到一些 不是名单之内的人要进来 那我们还只要在门口劝导他 那我们姿态是很软 但是态度是很坚决 我们不让他进来就不让他进来 因为如果进来以后 真的会出乱子 即使在台湾目前的发电占比上 燃煤发电属于机载的重要位置 但他们仍谦虚的说 自己只是能源配比上的一部分 会努力扮演好火力电厂的角色 星达电厂随时都做好的准备 不怕您的解释 也欢迎全民一起来电厂经历一趟能源之旅